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菲律宾人为什么不长寿 或者他们短寿 引起这个话题的理由 我们从几个方面讲 首先讲这个菲律宾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人口50%低于14岁 这个非常年轻 他这个没有老龄化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这个理由 就是由于他是天主教国家 就不能避孕 也不能堕胎 那就不管你什么原因 你这样怀上的一定要生 所以一般的十四五岁 这女人很多十四五岁就当妈妈了 所以你看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的时候 她的娘可能都三四岁都不到 OK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有一次是在这个哪里 在玛利拉这个酒店里面 就吃早餐呢 就来不及了 就想插队你知道吗 就就往前面跑 排得很惨的队 我说我能不能优先进去 她不行 不行不能优先进去 我说简直跟她讲的一大种理由 她说不行 她最后看了我一下 你超过五十五岁没有 我说我都快七十岁了 你赶快进啊 这个是老人优先 这个就是senior citizen 在这里是不得了 那很多都有senior 只是我们是外国人 他一般都不给我们什么买公共汽车票啊 吃什么轮度啊 什么车票啊 都有这个叫senior啊 就是老人票 那你赶快进去 这个都七十岁了 你还不赶快 你进去就进去了啊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早点听我们在海滩上碰到一个小妈妈啊 她的女儿挺可爱的 这个一个是三岁啊 一个是四岁半啊 我说哎呦 你这个小姑娘很可爱啊 她说好啊好啊 给你做太太啊 你要看你要哪一个 那当然是半开玩笑了 我就说这个给我做太太太小了吧 我说给我做女儿是可以的啊 其实按道理说应该是按照年龄 说应该是孙女才对的啊 她说没有 我们菲律宾长得很快的 熟得很快的 过两年就可以用了 后来坐下聊天的时候就告诉我 她说我来给你算笔账啊 她说你们这个命长啊 你还能过三十年四十年 对不对啊 我说说我自己八十一算 我生的好了 再活个三四十年 真的也不成问题吗 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是活到一百五十岁 七点亏一百四十八的话 那还人生才一半嘛 对不对 她说我们这个菲律宾人啊 到五十岁就死掉了 你去想想看啊 你那三十岁三十年以后 我这个女儿都四十五岁就五岁了 你就是现在跟着你的话 到处跟你一起死 我在想起要讲这个话题啊 最近你有看了一个资料啊 就发现一个菲律宾的人啊 真的是超过六十岁的人很少 一般的五十多岁就死掉了 尤其是男的 那五十岁六十岁 到七十岁的男人就很少了 七十岁的老人家很少很少了 到这里七十岁以上的都是老白男 那些欧洲的那些老不死的 就在这里 那就是的 所以我走出去 别人说多多岁了 说五十岁 四十岁的都有 说我是四十几岁 五十岁 因为我要跟人说 我快七十岁了 那你就说你就死掉了嘛 那你就死了 死了都可以 我能到七位了 对不对 你怎么还在这里走呢 那么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析 为什么菲律宾啊 他这个人啊 会那么短命 这个不长寿啊 首先我从气候上讲 他们这个人种啊 我们知道这个 热带地区啊 像这个菲律宾是有可以中三季的 三季到 因为他他没有冬天 他一年都是这样的气温 都是这个二十度到三十五度之间 都有这样气温 所以的话他没有冬天 你在这里的话 你又是什么什么 雕皮大衣啊 什么什么什么靴子啊 哎呀 这里连高跟鞋的机会不多 就是一个短袖 一个短裤 一身脱鞋 标配啊 在这里就算 所以热带地区的人 本来就比寒带地区的人 他这个命短 你像北游那些人 也是活得很厉害 活得很长 他一动啊 这个人又不动 就像冬眠一样 像冬眠状态 所以他就活得很长 这边人啊 他一直往这里动来 那他就是 他这个人种决定了 他就不是一个长寿的人种 日本人这个冬天也是很冷的 日本那个那些白海道什么的很冷 在日本人的话很会保养 不动 所以他们的一个长寿 这里就是说 也没有这个长寿意志嘛 意识都没有嘛 对吧 这是从人种上说 第二 我说他们为什么不长寿啊 我觉得与他们的食物 这个食品习惯有关 我们在菲律宾这个非常好的气候啊 这么肥沃的土地啊 他们这个种蔬菜啊 水果就是不要种了 就是天然的 到处这个水果吃 他们水果就是很充足 一年四季 什么样的水果都有啊 所以是 你在这里呢 吃水果的话呢 你可以散开吃啊 这个 这个 一个芒果 才这个很便宜 反正啊 我记得一个芒果 在日本应该卖到四到五个美金吧 啊 这里半个美金 大概一个美金可以买两个芒果 大概就是这样的水平啊 水果是很多 可能也吃的多 但是他们这人不吃蔬菜 这个很奇怪 很奇怪 我们昨天 前天出去玩 前天晚上就没有 吃蔬菜 他整个那个餐馆就没有蔬菜 一根葱都没有 一个萝卜都没有 就没有蔬菜 就是给你吃鱼 吃烤肉 那天我们就吃的就很不舒服 就赶快去买苹果吃啊 到昨天中午也是 到城隆一看 定的都是 肉 没有蔬菜 我曾经在菲律宾呢 不能算是个女朋友了 算半个朋友 是个朋友 是个女的 只能这么说啊 带她去旅游啊 一段时间呢 你走了几个地方 这个女的就是 走到哪里就是 吃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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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都是油炸的 菲律宾的食物 大多都是 要不就是烧烤 要不就是油炸 而且非常少的这个 这个蔬菜 没有这个纤维 啊 我觉得它的食品的 这个习惯 与它的这个寿命 有很大的关系 像我的话 一天 一顿不吃蔬菜 一天不吃蔬菜 根本就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自己到蔬菜 上去买蔬菜 我们自己炒 跑到酒店里面 记得了火 我们就自己炒 啊 我自己炒了 自己吃 昨天晚上小丁啊 啊 弄点大蒜呢 那个空心菜炒 蛮好吃的 第二啊 我就觉得是 他们这个空气不行 啊 这个国家 这个空气污染 非常非常厉害 除非你是住在 真正的乡下 因为七千多个岛嘛 你住在某一个岛上啊 那个那个 那个人很少的 差不多 为什么啊 一个是他交通的这个污染啊 再就是垃圾 他们垃圾也不分类 垃圾到处丢 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垃圾桶 散发出的那种臭味 那种那种到处都是臭 臭臭臭臭的啊 再就是烧烤 到处是烧烤 而且他们菲律宾人啊 完全不助于自己的健康啊 他们烧那个木炭呢 引烧木炭啊 他们用那种塑料瓶盖子 你像我们喝矿泉水啊 喝什么东西啊 那个塑料瓶的盖子啊 他们觉得烧 比较容易烧起来嘛 那个剧毒啊 烧起来是 他们隔得那么近的距离 而且呢 做烧烤的人 一天几个小时 就在烧烤面 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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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的 那个臭气 你说他们可能 那么可能长寿 一天都在中毒啊 所以这个空气 在这个国家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 真的我每次到海边 去住一两个晚上 哎 我就舒服很多 我只要回到这个天 是成 只要一两天 我喉咙又疼 嗓子又哑 很奇怪的事情 这是 所以这个空气污染 是这个国家 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跟其他国家 不像中国 空气污染化 工业污染化 那国家一控制 什么的 慢慢就整体就好了 但是他们这个国家 是整体的 不注意环境 它那个塑料袋啊 就在那里 哪怕是十米远 有一个垃圾桶 他们都不会 丢到垃圾桶里 随手一丢 满地都是 这个塑料袋啊 什么罐头盖子 什么东西 当然塑料瓶 有人去捡了 罐头有人去捡 那些纸杯子呢 只剩的那些 一些腐蚀的食物呢 让那狗 走一路就吃掉了 不吃掉就在那里 臭 还就是垃圾 一刀一刀一刀 丢到那里 很多 你像我这个隔壁 这看起来挺漂亮的 只要是走过去 一点点就是个垃圾堆 所以我不敢开窗子 你开了窗子 那个臭气就进来了 所以这个空气室 这个国家也是 很大一个问题 第三是一个睡眠问题 在这个国家 真的 你看那么大一个国家 几千多个岛屿 说起来是 但是到处都是噪音 我记得在巴罗卡 巴罗卡是叫 全世界最美的 白色银色沙滩嘛 称为对吧 但是在那个党上 没有一寸土地是暗银的 为什么 它全导人养公鸡 斗鸡呀 全导人养公鸡 那些公鸡也是奇了怪了 白天黑夜都是叫 白天黑夜 一天二十四小时的 到处是公鸡叫 就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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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狗叫 到处都是狗叫 你睡了半夜睡了好好的 几声狗叫 又把你吵醒 昨天晚上我也被狗吵醒了 就走我这里 那个不知道是谁的狗 我把霜在这里 霜在这自己 一动动动 把自己吊起来了 不是我看了早的话 就给吊死了 好歹我出去跟着 狗被吊了 赶快叫管理人员 把他救出来 但是狗 他那这就生意了 整个一个晚上 可能是痛苦吧 那我就没完睡觉 所以这个国家 它就是狗叫 这个鸡叫 最最要命的 还不是狗叫鸡叫 而是人叫 全世界可能喜欢 这个卡拉OK 卡拉OK的 这个就是这个 菲律宾人 怎么那么酷 而且呢 都是没有几个 是五音拳的 都是乱喊 鬼呼 喊叫 而且他们那种 音响设备 也是全世界感觉 最差的 都是 都是把音量开得最大 而且是 那个骨盆 那个子盆 啪啪啪啪啪 发烂的那种响声 还有一种其他的 不种各种各样的怪声 好像他们都很习惯了 没事 就好像没事一样 我们就 根本受不了 你看我们住在这里 前面有个 就是那个 那个叫disco 每天晚上梦了 一两点钟 所以他这个国家的人 不管是在这里 那很多小城市 都是一样的 全菲律宾 只要有人就在那唱 鬼哭狼嚎 我记得我在鲍鲍开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就是整个 就是唱了一个晚上 整个到第二天 早上清早的 才结束 大概四点钟 五点钟结束 我最后跟那个 主人去抱怨 我说我这里没法住 我说 整天一个整晚 一个整晚的唱 但是后来 安排在 他那个 另外一个酒店里面 那个比较 偏僻的地方 房间呢 也是最安静的一间 才算好一点 所以这个国家的人 也是 长期的得不到安睡 那睡眠质量有困难 你有这些条件 首先你的肿 就不是常受肿 是吧 但是你吃东西呢 你又不是 不保证那个营养的平衡 而且都是杂 什么都是杂的 油杂的 那种油 也不知道是什么油 是吧 他这个食品 他就不健康 再加上你这个空气又不好 老是孵的 有毒的 这个空气 再加上你睡眠不足 你怎么可能长寿呢 所以说这里的姑娘 十四五岁已经成熟了 十四五岁 那个巴拉巴拉肚子里 生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他在这里 把他年年分成 说是十八岁成年 我觉得 你这个也根据人种而异 我觉得 我觉得这里应该 四到四五岁 那有些国家 那个寒冬 到二十岁都可以 日本是二十岁成年 这里十五岁 我就觉得 就可以成年了 就可以结婚了 就会成 事实上大家的娃都出来了 你只要是碰到一个姑娘 好看一点 这个十八岁以上的 你一句话就问 你有几个孩子了 而不是问他 你有没有孩子 你有几个小孩啊 你就这么问 直接问 他没有 他会告诉你 我有三个了 算怎么碰到一个吗 对吧 二十八岁长得很漂亮 一问 三个孩子他妈 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 好吧 今天就啰啰书上 跟大家聊了一聊 为什么这个菲律宾人 他们不能长寿 或者说胆寿 这个情况 跟大家分析一下 所以我们到菲律宾来 如果要养老也好 怎么样 我们就注意 一定要找到 空气好的地方 对吧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食品的平衡 而且蔬菜要洗洗干净 他们农药也是 不吝嗇的 这就是要找到安静的地方 一定找到安静的地方 OK 好 今天就把视频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